现在MacBook Pro最高规格的显示器是16.2寸 分辨率是3456乘以2234 换算成PPI就是254 用的是miniLED的背光加IPS面板 我准备上一块OLED面板的4K屏 尺寸控制在黄金的15.6寸 这样PPI就可以达到282 OLED的视觉震撼感更强了 对比度也更高 LCD永不为奴 你不为奴啥呀 大趋势了 以前说大尺寸不适合OLED 你看现在OLED越来越多了 当然了 不喜欢的话 我自己还有4K的触控LCD屏 OLED就是玩 就是它了 BCI P3 120%色域覆怪 每块屏幕单独校色 最屌的来了 支持10点触控 触控的Mac你敢想 然后它还带了一根触控笔 这简直就是超大号的iPad有没有 连接方面那太简单了 Type-C和Mac mini的雷利4直连 供电数据传输和触控屏的驱动 一线解决 不能更简单了 对不对 咱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触控Mac到底是咋样的 首先单点就是选中 双点就是打开 双指轻点就是右键菜单 双指捏合 可以放大缩小画面 这个在预览视频播放的环节都是可以用的 双指滑动可以让页面滚动 四指上滑可以打开调度中心 四指下滑可以打开应用Expose 四指左右滑动可以切换虚拟桌面 五指这么一抓就可以进入启动台 基本上和妙控板是一样的体验了 Wintura有右上角的快捷键和通知中心 图标的尺寸都比较大 手点可以很轻松的操作 这个魔性的触控笔也给大家看一下 有了它就可以更精准的控制 自带压感 但是在Mac下压感没用 画个简笔画啥的可以 专业的应用就差远了 好接下来的难题呢 就是把Mac mini和显示器合体 咱们不能随意合体啊 得优雅才行 一般的笔记本电脑上线屏幕 如果不电高的话呢 就会有一种低头看屏幕的问题 时间长了 颈椎就受不了了 那我把Mac mini当成是显示器的电高支架 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里是Mac mini 我设计一个塑料框架 稳稳的卡住Mac mini的边缘 然后在框架的这两个位置 挖两个圆孔 装两个强力的磁铁 然后在显示屏的折叠支架的底部 也安装两个强力磁铁 轻轻往上一放 咔嚓就吸上了 天才啊 3D打印机这么一打 哎 你看 这颜色呀 还能随心换呢 就跟那原装的iPhone的硅胶壳一样 啥心情用啥框架 实物给大家看一下啊 用的时候 就这么一放 咔嚓一吸就固定住了 你还可以随意调整角度 不用的时候这么一拉就分体了 包里一塞就可以带走了 就说咱这可言可甜的 苹果你怕不怕 触摸屏Mac电脑 它来了 酷克都不敢动呢 咱给你弄出来 Boring 虽然这触碰体验吧 还点意思 但是最新版的Mac OS Sonoma 锁屏界面变了 小组件也有了 菜单兼具继续加大了 这不就是给咱们触屏Mac准备的吗 好了各位小伙伴 整合不易 大家记得点个关注 争取让老张早日称为百大 老张你想屁吃呢